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品质优良的话 你醒来的时候一定精神饱满 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来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也就是说 无论你白天读书 工作 每小时你必须要有五到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让头脑稍微休息放松一下 你可以做做平甩弓 或是举举手 或是拍拍手 或是做活力 复视深呼吸 四四八节奏 也就是吸气四秒钟 平气四秒钟 然后再微微 张成 吐气八秒钟 在这样的过程中 你会分泌幼脂脑内荷尔蒙 并且会释放那个阿法波 会让你活力十足 充满干净 最后还可能达到自我实现 再来就是发挥我的天分 你每天都要很认真的做事 不论你是学生 或是上班族 甚至于退休人员 每天都把每小时 你都把它当成是 一个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全力以赴 让你的生活感觉很充实 再来就是 丰富我的生活 你每星期都要参加一些相关的活动 公益活动也好 还是其他的有关的 艺术欣赏活动 甚至于一些相关的社交活动 然后可以和不同的人聊天 做适当的社交交流 那最后就是 你要有一个关怀别人的心 有机会你就把你的爱情传播出去 譬如说来推广我们精神健康基金会的核心价值 也就是保养头脑 精神乐活 再来就是你要肯定自己你是最棒的 肯定自己最棒的不是夜郎自大认为说 觉得自己很骄傲 而是说要肯定自己的 这样子的用心过生活 对自己有自信心 最后就是在你每天上床睡觉 躺在床上 你要为自己一天下来的表现 打个分数 一到十分 是打九分呢 或是满分呢 或是八分呢 或是还可以七分 如果说是低于七分以下 那可能你就要加把劫 要再努力一点 这是首先要介绍的 保养头脑的十大黄金手折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进行到下个阶段 好 接下来我要为你介绍 运动与精神健康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运动可以促进 那个身体健康 那个减缓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但是你可曾想过 运动也可能改善我们的情绪 与认知呢 依据那个实验结果显示 运动可以促进 多种那个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 其中包括与情绪有关的多巴胺 与血清素 美国杜克大学的研究团队 那个研究指出 让罹患那个忧郁症的人 持续的运动 和接受药物治疗 他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而且比较不容易复发 运动啊 有可能会提升我们的那个 自我的效能 让人产生一个正向的思考 改善那个负面的情绪 那运动与忧郁症 焦虑症的减缓 可能成为那个相互的因果关系 运动那个后的症候群 那个运动后的症状的减轻 使得患者更愿意持续运动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那科学家是透过那个 一个白老鼠的那个实验 也就是说让那个白老鼠 在一个滚能上那个 自由地进行那个旋转跑步运动 不但可以增加这个白老鼠 海马回神经细胞的增生 让它的那个突出 那个可塑性大量的活化 而且还能改善那个记忆的功能 对于患有阿兹海默症 那个白老鼠呢 它自愿性的滚能跑步运动 更有加有助于这个脑内 海马回细胞的那个新生 以恢复那个正常的记忆功能 所以不论什么年纪 运动皆有助于 脑和那个认知功能的维护 如果从年轻的时候 就养成一个喜欢运动的好习惯 除了可以提高这个学习力之外呢 还可以降低老年罹患 老年痴呆症和那个阿兹海默症的 发生的这个几率 好